中央民国112年10月5号星期四 我们该天Alex最爱推荐的是李 好我们今天的 我们上次因为听着老师的京都 东京之旅 东京热海对不对 然后津津有味 所以就完全就跟老师说 不要再讲比卦了 不要了 我们今天只要讲那个路程 所以就没有讲比卦 但是呢 今天老师来我还是要再讲一下 老师今天穿的完全不是易经style 今天是洋鸡队 大家我们就有直播 我们现在有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王思逊 隐藏版的王思逊老师 是 我们才看到原来你在白白衬衫之下 是有肌肉的 就是人现在不大家都得健身吗 罵到我了 真的老师你竟然是有那个叫什么 这叫什么二头肌 我也不知道 我是没有去健身房的 但就是每天会花点时间运动 你才三分钟 你是不是一直花三分钟 三分钟是棒式 就是你每次做一分钟 你每次做一分钟 然后 做三次 然后这运动就结束了 那这棒式就结束了 那你还有别的 还有别的体操或者是别的那种 短时间之内可以让你心跳加速流汗的 你的确没有辜负了这件T恤 所代表的精神 你的确有这个洋鸡队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虽然有小犬台风来 但是老师还是非常的神采意 而且熬了味噌汤之后才过来 对我今天就中午 想说台风风很大 我就自己熬了一个味噌汤 我刚才听了半天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个食谱 我们前一集是路途 对不对 这一集是食谱 那我就一直问说这个肉呢 结果你竟然说不用肉 味噌汤可以不用肉 好来味噌汤来了 我们现在煮菜请上菜 就是是这样子 你们如果说想要吃清淡的东西 你不想吃太多脂肪 然后又能够吃得饱的 其实味噌汤里面放一点马铃薯 其实非常好 也可以吃得饱 然后又很清淡 老师你的味噌就是 你这次去日本带回来的 对是 带回来后发觉台湾也有卖 是减盐的吗 还是 没有就正常 因为在日本就是说 其实日本的味噌汤 他们做出来 我们台湾的口味 吃起来会觉得偏咸 是 对 偏重 味道会重一点 在台湾吃味噌汤 就是比较淡一点 那我们都习惯淡 甚至偏甜 但是那个日本的味噌汤 是偏咸 然后它偏 它的高汤是偏这个鲜味 海鲜昆布的味道非常重 所以在台湾 你如果要煮日式味噌汤 你就是熬那个昆布汤很重要 先你的味噌是最后放 对不对 一定 味噌一定最后放 味噌千万不要说水正在煮开的时候 你放下去 对就放下去 放下去就 味噌就不香了 就只是咸而已 就不香了 所以已经要用的时候 对 你想想看 味噌是发酵的东西 发酵的东西 温度太高 不就里面菌通通杀死了吗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放下去呢 通常就最后 最后 就一点像调味料 最后 关火以后 你稍微喇喇 就可以啦 喇喇 大概它就降到90度嘛 你就差不多90度左右 你把那个味噌放下去 它不是要一起炖就对了 千万不要 你这样就 就只是咸咸的而已 你就没有味噌的香味啊 我们今天真的是味噌一点 大家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 我又不解释 而且老师你刚才说 你是熬了昆布汤头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特别 平常过去我也不会熬 那配料 配料有 配料就是 其实味噌汤的配料 千千百百种 各自各样 但是我觉得最不失败的几种 红萝卜白萝卜一定是 一定是最不失败的 然后 然后那个豆腐不要用嫩豆腐 我觉得用板豆腐比较好吃 煮汤的 对对 不要用嫩豆腐 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放洋葱 因为洋葱 其实洋葱看起来体积很大 一煮下去 其实水跑出来 洋葱只剩一点点 那洋葱要切吗 一定要切 但因为洋葱它自己里面有纹理 它自己也会散掉 它也会散 反正你随便乱切 到最后它都会散掉 你都感觉不出里面有洋葱 因为洋葱就是里面水分很多 你煮汤以后 它就化到汤里面去了 但是洋葱化到汤里面去 那个汤就特别鲜甜 所以你又有昆布的甜味 然后再加上洋葱的甜味 你这个汤就是基本就100分 所以老师你在熬的时候 是昆布跟这些配料会一起熬 昆布不要放下去熬 因为我用的是那个干的 干的大的昆布 那个要先泡 泡了以后 用它泡出来的那个汤 去做高汤 那水不要倒掉吗 不用啊 那不是昆布水 昆布水就是高汤 那你这样子煮了 老师你吃得饱吗 什么东西煮食是什么 它里面你可以放一点马铃薯 我刚才讲 你放一点马铃薯 这就是煮食了 然后里面有马铃薯 有洋葱 红萝卜 白萝卜 又有豆腐 我刚才会说老师 你放什么肉片 你如果真的要放肉的话 你可以放鱼肉 比如说你放那个 放那个鲑鱼 就很好 就整个更香了 你放一点鲑鱼就更香了 对啊 鲑鱼吃熟的还是比较重要 不会吃到寄生虫 是 那我就想说 临时再去买鲑鱼 我今天早上到菜市场 也没看到鲑鱼 我就 反正就手上看到就拿拿拿 那你光喝汤会饱吗 可以 因为这个会 有一点马铃薯 对 它又有豆腐 又有马铃薯 其实我就喝了两碗就饱了 然后如果你还不饱的话 其实就是你用了 你那个味噌不要用太少 我们一般在台湾煮味噌汤 味噌都用太少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味噌味 那个味噌稍微放多一点 两汤匙 不够 要我今天 我就是那个大的汤匙 我可能就 咬了两大汤匙 就满满的 满满的 两大汤匙 就煮一个中型的小锅 这样子 那这样子 它味道就很够 那因为它味道 浓 够浓 所以你其实可以在家 拌碗饭进去 手打乌龙面 对 你可以 就是你第一碗 就是享受它的那个菜跟汤 第二碗的时候 你就是放拌碗饭进去 其实就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很清淡 非常好 就是 就是今天 今天台风天啊 风很大 你吃一碗热热的味噌汤 心里就很舒服 你下次 跟一个麻烦带过来 我真的很想看 不舒服 不舒服 我们没有舒服到 对啊 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 你的汤滋润了我们的 对 我上礼拜做了柚子果酱 等一下会来跟你分享 好 OK 上次你做了什么 好 我们这个 新传媒学院 我们的大王牌讲师 王子炫老师的新课程 10月27号开始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然后是七点半到九点半 总共有八堂课 对 好 大家可以看我们有扬机精神的 王子炫老师 不会 我上课我就会穿那个白色衬衫 白衬衫 有绣 压一个绣线的白衬衫又出来了 好 老师的课程是10月27号开始 大家可以报名 如果说没有办法来我们中网大楼上课 因为就在我们的12楼嘛 对不对 没有办法来上课 也有线上课 对 也有线上课 对不对 那如果要报名的话呢 就打新传媒学院 新传媒学院 我们这次总共是八堂课 也是不一样的 已经每次 老师绝对不会重复的啦 就算我们从头开始讲 对不对 也是不会重复内容的 对是 因为就是我们每次缘分不一样 缘分不一样 感觉话题就会不一样 对啊 但是都可以跟你一起做柚子果酱 对 今年又有柚子果酱了 前两个礼拜不中秋节吗 柚子 今年又是身材 今天又是就是又好吃 然后又便宜 所以我就做了柚子果酱 好我们上次说要讲比卦 对 讲比卦 来了 比卦 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比卦是在讲什么 忘记 这个比啊 就是 这是比较 就是比负 比较 比例 比来比去 人跟人比来比去 那个比 这个比是什么意思 这个比是我认为是 《易经六十四卦》里面 最现实的一卦 好实际啊 对 那就很实际 一个很实际的 非常很具体的 对 他的针对到我们内在的需求 就是说 这个人啊 总是觉得自己力量不够 如果旁边有个力量比他强的 志愿比他多的 权力比他大 比他有影响力 我们都很想靠近他 依附他 比卦就是依附的意思 就是从前不是有个广告 就是说 就是 你是我的靠山 所以我送你 就每个人心里都希望有个靠山 那靠山就是你可以依靠 他在那边 可以依附在他身边 这个很自然 那就是西瓜靠大边的意思 也是 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太孤单 没有力量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该得到的东西 所以总是想要依附在一个 比较有权利 比较有影响力 比较有能力的人的身边 这就是比卦 那那个有能力的要靠谁呢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被我讲到有 我们今天主题分两部分 因为我们要不就是去依附 别人要不别人来依附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这两部分 如果你是属于那个要依附别人的 你要注意什么事 你是属于那个能力很强的 别人来依附你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你不要来靠我了 其实被依附他也有一种成就感 好老师 那我们先讲依附别人的要注意什么 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依附这个字眼 大家会觉得好像很负面 好像这个人依附权势 这个好像又有逢营拍马屁 惨媚 好像你会跟这一类的事情联想在此 可是我反而觉得有安全感 对 我指的就是 我指的就是不要把这个依附 这件事情想的太负面 因为他很正常 在我们办公室 在我们的群体当中 在我们的社团当中 其实他很常见 而且当然有些人会比较露骨一点 表现的比较露骨 有些人会表现的含蓄 但一定会有 像江泰一定是表现的比较含蓄 不会露骨 因为没有骨可以露 不是 因为我要靠人 靠人人倒 如果没有人要靠我 对方会被你靠倒 所以说 如果没有都靠都是姑鸟 是不是 但你如果是做姑鸟 也不是坏事 但做姑鸟有一种情况是很坏 就是说 没有什么大事 是顺境的时候 你觉得反正你现在分的 你也足够用了 然后你也不必特别去跟谁亲近 那你就自己做自己 这是指资源都还够用的时候 万一资源稍微有不够用的时候 你平常都不靠别人 然后你这个时候 你发觉你分道的比别人少 然后该有的福利 别人能拿到你没拿到 这个时候你心里愿不愿 对 如果你这个时候心里不愿 那你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做姑鸟 没有问题 因为你就是顺境逆境 你都觉得 你无所谓 你都可以接受 那你就OK 但是你不要说顺境我接受 可是逆境就开始比较说 我为什么分的比别人少 为什么那个好康的都被别人拿走 为什么都是最后才轮到我 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就 那你还是学习一下 怎么样去依附别人吧 对这是要有技术技巧的吗 这也是一种人生观 不是说非依附别人不可 但是你不要说又不愿意依附 对依附又看得很负面 然后顺境的时候你可以接受 但逆境的时候你就满腹牢骚 其实这样子反而不好 这样子这个不好是别人也觉得你太虚伪 就是你就是顺境逆境你两种态度 你就其实你内在你也不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就是说你感觉好像你自命清高 可是事实上你又非常的在乎 实际的得失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第一个讲比划 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讲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我们想要去依附 想要去靠近 想要去亲近一个有力量 有权有资源的人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第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 假如你是那个能力强的 别人来依附你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们就先讲这个部分 我如果仔细讲可以分五点 但是我可以把它稍微 如果你是那个背靠的 背靠的你能力强 我觉得这种 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力强的话 你会说那别人靠我 我们不是很辛苦吗 其实背靠 其实背靠的人有一种成就感 因为背靠的人 别人会尊敬你 言语态度上都会有一点点奉承你 其实你会有一种 开马屁 飘飘然 有一种当老大的那种成就感 吹捧了 是会 其实这个很正常 就是你背靠的人 有一种老大的那种状态 心态 这个是觉得很风光 可是感觉要买单 对 但就是你要 变得你要照顾人 我要讲的第一个 要重视的 就是说要注意 就是一方面 你自己不要有那个老大风光的那个心态 二方面你也不必太去照顾别人 为什么 因为笔挂的这种关系 人家 人家真的是看中你有什么伟大的才能吗 人家是看中你能够当做他人生的导师吗 人家是看中你什么时候可以拉他一把吗 都不是 其实就是你手上有资源 就是你手上有分配的权利 所以 而且这种资源跟分配的权利 有时候来来去去 所以笔挂的关系常常是短暂的 不是那么长 不是长长久久 不是交朋友 笔挂不是来交朋友 笔挂是来拿资源的 是分资源 是来分资源 所以第一个要看破 短暂的关系 我们的重点来了 我们现在有直播杨基队的王思逊老师 就是刚刚讲说 你是被靠的 对不对 老师继续 你被靠的 我跟你讲 笔挂的关系 其实是短暂的 半年一年了不起了 超过一年以后 这个关系还不能 能不能维持 未必 要看你 其实也要看你的做人做事的态度 所以你不要 因为手上有资源 然后别人拿衣服 好像对你态度特别好 对你好像特别尊敬 这个不要太认真 你也不要太看重 是 你真的就是人生这种风光的时刻 你不要太认真 因为其实是假的 黄金十秒钟 对 为什么说它是假的 因为这个资源不见得 永远都在你手上 所以它是假的 人家是因为资源而来 当资源是来来去去的东西 哪一天资源不在你手上 不由你来分配的时候 他们就走掉了 所以当你有权 或者你有资源 人家来的时候 这种 你也不需要特别去排斥吧 对 你不用排斥 就是你 你适当的付出就好了 不要特别想要去照顾 这些都是跟随我的小弟 我要好好照顾 小老弟 你这样想 你可能就想错了 因为这个关系没有那么长远 所以我们还是要长着一点 留着 是是是 要把一些留着 给自己当后辈 对 你不要太想照顾别人 因为这个关系没有那么长 那不是你的亲戚 那不是你的结婚 老师是不是看得出来我要靠你了 所以你就一直对着我 老师一直对我说 你不要过来的意思 你靠过来我可能靠不住 我回去练一下那个 棒式 棒式 我再靠过来 好 第三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一个是那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当别人来依附你 然后什么时候 那个资源的分配情况 又改变了 然后他们又离开了 你要视之理所当然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 讲说 人性是黑暗的 人性都是什么 当初他对我多奉承 怎么现在 我过生日都没有打个电话给我 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你这样想 你就没有懂比刮 比刮这个关系就是来来去去 所以你要很现实的看待这个关系 死亡谢堂浅焰飞入寻常百姓家 你也要let it go 对 是 你就是要放手 真的是放手 你就是那个 别人对你的好 对你的尊重来的时候 你不要太当真 这样你就放得下手 你把那个别人对你的奉承尊重 太当真 你到时候你就 你就放不了手 认真就输了 是是 真的就认真就输了 真的认真就输了 真的是 老师你到底输过几次了 没有 认真真的会输了 是 所以要把它不要 不要人家 你不要把一时 对 你被捧得高高的 对 你自己要常常练习什么 你知道吗 老师 我觉得现在的人要练习一个自摔 哦 对 你一定要常常练习自摔 是 否则有一天 高处不升航倒下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可能自己就会 对对对 如果温差太大 对 我从前学柔道的时候 他就有要叫你自摔 然后自己有一个姿势滚一下 把力量传出去 这样比较不会伤到自己 你到底有多少才能啊 又会煲汤 又会煮果酱 又会棒式 还柔道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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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真的人家不靠你 靠谁 放下 放下 再来就是 你不要太看重 对不对 我们讲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说 但是毕竟我现在有资源 我有这个缘分 毕竟大家依附过来了 那依附过来 我也不能够 也不是 也不能拒绝嘛 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想什么 其实人聚在一起 是一个缘分 你要善用这个缘分 你也要善用这个缘分 去做一件心理想做的事情 例如 例如 比如说你总得想说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总要有一些建树吧 是 而不是说我在这个位置 我要想办法把那个资源 都掌握在手上 你如果只是想保住这个官位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对 那因为你有这个官位 或者有这个资源 大家靠过来 那靠过来就是力量 我们可以搞一番事业 你可以做一点事 所以你要把这个善用 这样大家聚集在 一起的这个缘分 我们来做一点事情 因为老师你说 这个也不一定是长久的 它可能有短暂的时间 所以你就要在这个 天时地利 人来的时候 赶快 对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缘分 趁这个缘分 我们做一点 做一点对大家好的事情 也对我们将来 我们不在这个位置 人家还会想到我们的事情 一定要做好事吗 还是你觉得 是你想做的事 你大概这样子想 就是说哪一天你不在这个位置 人家还会想念你的事情 而不要你不在这个位置 人家以后提到你 就是骂你 就是说啊 那个人不行 那个人那个时候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什么都没做 就是那样 就是用这个去判断 我觉得我还是要学煮味真汤 起码人家还知道 你会煮一锅汤 好老师 再来第四 再来我们讲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你除了想要做一点事情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思考这件事情的角度 就是说这些人是为了资源 为了影响力来靠近你 那你如果我们好好运用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做一种激励 把这个资源当做一种激励 让他们能够各自发挥他们的所长 各自创造出他们能够 也就是说把这个资源激励大家 让大家创造出更大的资源 而不是变成一个小圈圈小团体 在消耗这个资源 老师你之前有讲过一个卦 有点像孟长军会养三千世 对不对 你以前讲过的卦是顶卦 对对对 那顶跟笔卦的这个时候 跟顶卦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顶卦 顶卦大家是有时候是理想聚集在一起 但这个笔卦一般是利益聚集在一起 那我还是适合笔 因为我在想顶卦跟笔有一点 就是顶卦的话 大家那靠过来的人 他是有理想的 对 可是笔卦靠过来的人 他就是为了利益 有目的 但是你要有领导力 你如果有领导力 他们是为了利益而来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有领导力 应该是可以引导他们做出一些有建树的事情 然后也可以引导他们 激励他们 花掉这些资源以后 可以创造出更多资源 所以这就是创业 对是 所以他这个笔卦是很重视 这个 这个有资源这个人的领导力 你如果没有领导力 你如果没有领导力 只是有资源 其实你就是被大家糊弄的走 这个大陆有一句话叫捧杀 帮你捧的高高了 然后你没有资源 大家散开你就摔下来 你就这叫捧杀 你不会老师 所以这个第四点 对 这个就是 我怎样整理就是这个 这个四点 我们怎么样做一点事 就这个是一个缘分 你不要够度当真 因为这个缘分是短暂的 也许就一年两年 这是短暂的 所以 但是短暂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大家靠过来 总是可以做一点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加入你的领导力的话 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可以让以后的人 有想到你的时候 就会怀念你 所以这一期的学员 以后也会怀念我们 我们还没有不免俗呢 是 待会 但是老师你刚才讲的是被靠的 对不对 那我们要靠人的 这个才是关键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要去靠人的 是 那我们现在就讲了吗 还是先讲感情 先讲感情好了 大家比较关心 免得等一下没时间讲感情 好 我问大家 你如果是因为这个人 他家事好 他这个 豪门好了 对 他有车有房 有好职业 你如果因为这样子 跟他结婚 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吗 或是怎么样 很好啊 怎么会不好呢 是是 笔挂就是这个 真的要珍惜 就是说 这个你也 你也不能说他不是真爱 但我们在谈爱情里面本来就有现实的考虑 他现实考虑部分就是笔挂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说谈感情 补到笔挂 那你必须能够提供对方在物质面 在资源面他对你他的需求 不是老师你这个主词跟授词要想一下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去补到笔挂对不对 那表示说人家是靠你 谁是谁靠谁啊 这个当事人很清楚 你补挂的人你很清楚 因为谁强谁弱 这个当事人很清楚 我们外人其实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可是当事人非常清楚 对对对对 你当事人是你去靠别人 还是别人来靠你 那所以说其实如果补到这个笔挂的话 不管他是当事人 或者他是准备要做什么 他都是好的 应该是不是 但对方不一定会满足你啊 对方不一定要在这方面满足你 也就是说你想要去依附人家 想要得到这个资源 人家不一定要让你依附啊 哎呀那怎么办呢 这个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如果是依附别人的 依附别人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 当我们依附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在的自信心 其实就就没了 受损了 对就是我们的 就矮了一节 对我们的自信 或者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定 其实就有一点稍微低了一点 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很好 这个部分我们自己要了解一下 就等于我们把力量交给对方 其实这样不太好 我不是说这样我们就不要去依附别人 而是说这依附的那个心态 不要把自己扁的太低 不要太露骨 不要太露骨 我们稍微隐藏一点 就是用客气礼貌的方式 而不要用阿谀奉承的方式 好难啊 不自觉的就阿谀奉承了 这个真的 这是你的父母 习惯了 习惯阿谀奉承了 你这样就露骨了 我们这样就 我们要隐喻 隐喻式的好了 不要那么明显 那个功力太差了吧 一看就让人家看出来 你是那么露骨的话 然后第二个 我们去依附别人也要想一想 没有任何人是因为 你阿谀奉承 而喜欢 而就会给你比较多的资源 你也要了解这件事情 你自己要有一点量 你自己要懂 所以我们哪怕我们是依附别人 我们内心也要想一想 我们能够拿出什么东西出来 什么东西是对方需要我们的 你要有真才 你要有实力 你要有一些 你也可以贡献出来的东西 你不要只是去想要分东西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贡献 可以有贡献出来的东西 这就是对自己的定位 你要有一个了解 你如果对自己定位是空的 那你真的就是阿谀到底 就是封印到底 那样子任何人都不会喜欢的 那就变成一个小人 我觉得就不是很好 就有点像乾隆跟和声之间的关系 是 他们的那个关系 其实是玩在一起 OK 那你也要会玩 那是另外一个境界 但你又不会玩 你只是讲好听话 真的做事 你又躲得远远的 其实那也不行 所以就是第一个 我不要太贬低自己 第二个呢 就是也要对自己的能力 要有一定的认识 就我们哪怕去依附别人 也必须是带枪投靠啊 我们也必须要 你要枪啊 拿得出实力出来 也有自己的实力 重点是你要有枪 而且这个实力 就是我们的定位 这实力就是我们定位 好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想要去分别人资源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自己能够带给别人什么利益 就不要老是想得到别人的利益 我们自己能够给别人什么具体的利益 比如说我常常举个例子说 我们去拜拜一天到晚求神 求神求神 那你你到底可以给神明什么 你至少打个金牌吧 不是 就神明要的是什么 神明要的就是 你的前程 就是我们有没有修行 哦 是 对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讲佛经 就是最大的供养 不是什么 你你花什么钱 去买很多祭品来供养 最大的供养 就是我们这颗心 就是我们的修行 我们的修行 其实就是最大的供养 所以同样的放在你去依附 你去依附一个比你强的人 你也要心里想 你自己有没有认真在调整你自己 你有没有认真 在这个依附关系里面 你不是纯粹依附 你在这里有学习有成长 然后学习成长 你又可以拿得出你的东西出来 你这样才是一个正确 比较正确的心态 你也不会把自己变得太低 别人也会看到你的成长 然后会给你点赞 然后他会觉得 跟你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关系 哇老师 你这种 依附的这个人 他本身也是很高端的 他又有德 他又有智慧 他又不能自卑 你这样子 这个依附关系 才不会是一个很下层的 依附关系 很高档的 就因为有这个成分 所以依附关系 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 一定会遇到的一个关系 要做到不卑不亢的依附 是 就是不卑不亢 难啊 就是不卑不亢 这种人通常也不依附别人了 像孔子 当年对不对 他其实也很想去 云游 周游列国 对不对 他也很想到 他想去的那个国家 当个一官半职的 可是他就是 没办法 为什么 就腰弯不下来 对 就是他没有 他就是太不亢不卑了 是 所以人家就不知道怎么用你 但是虽然 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定位太高了 对 但是孔子那个状态 他虽然没有得到实际的权利 可是他周游列国的时候 都得到很高的尊重 而且他等于是一级顾问 就是人家都会请教他 会参考他的意见 但会不会把他的意见 真的拿去实践 这个当然不一定 但是是对他很尊重 也会对他会请教他 所以我认为这样就够了 也未必是表面功夫 因为他的吃的喝的 都别人供养他的 好 我们又那个 风有福利来了 02 250 999 33 今天是有人上班 有人不用上班 今天是小犬 小犬台风来 小犬说真的名字很可爱 但是还是蛮猛的 有些地方的风啊 雨啊都非常强大 小犬这个名字是日本人提供的 因为附近的人 附近的国家都可以提供名字 就是给台风一个名字 是是那台湾也有提供几个名字 日本这个小犬好像是日本 那杜苏睿是菲律宾提供的 有可能是 因为跟杜特地很像 所以所以小犬很可爱 是是是日本提供的名字 但是日本本地 比如说你到日本去 如果有台风警报 他们是用几号台风几号的 他们不用小犬 他们不像我们 他们就今年 第一个台风就是一号台风 今年第二个台风就是二号台风 那干嘛讲那么可爱的给我们呢 好 02-2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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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哈喽你好 好那个打电话进来的麻烦 就是给两组数字 然后还有你的出生年月日 哈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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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声一点 请问一下那个 你先给老师两组数字好不好 两组数字是两个号码吗 0-99 0-99要两组 选两组 9 9 然后18 98 好 请问贵姓 姓陆 好 那你的那个出生年月日是 喂 11月18 19 1982 好 OK 那 你要跟老师聊什么 喂 你说 请说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就是最近有 不错的海外工作的机会 然后 大概应该会有做 大幅度的 一个 变动 那这个变动 对于我而言 算是有点 是 我觉得应该是好 那 变成说 会 有机会 就是直接在海外工作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 这样的一个 方式的 觉得 的话 算是 好的决定吗 这样 好 那个 呃 这个 这个工作应该 薪水待遇什么 都会比 之前好 非常多 但是 如果有 如果他可以先去看一下 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点 因为 这个瓜 看起来就是 实际做下去 会跟你想象 有落差 而且 还蛮大的落差 嗯 好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现在你看到的讯息 好像都是比较 正面 比较 比较好的那一面 但可能 其他方面的不方便 或者其他方面的 呃 这些困难 或者压力 或者或者各种其他方面 你还 就是 现在还没有看到 好 实际做下去 那个东西会跑出来 哦 OK 好 所以算是好的吗 呃 这个 如果这个怪的话 我会觉得 如果可以去看一下 会好一点 就是 或者说 呃 别人 你认识的人 他也在那边工作过 你 你 问他一下 要咨询啦 对对 要咨询一下 对对 OK 不要太快做决定 好 因为这个 那个 实际情况 跟现在的这个资讯 是有落差的 是有落差的 好 不要把 那个想得太好 而且不是小落差 不是那种 10% 20%的落差 不是哦 是那种 30% 50%的落差 好 完大的 好 请 好 就这样子 这个决定还是要咨询一下 是是是 02 250 99 33 02 250 99 33 哈喽你好 哈喽 是我妈 是的 请说 对不起 先给老师两组数字 3号跟26号 326 请问贵姓 姓廖 廖小姐 好 那你要跟老师 咨询什么呢 有关于工作 怎么了 工作 不知道 现在这个工作 明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可以 可以方便问一下 你现在是做哪一个方面的 科技业 还是制造业 还是传采 还是服务 算制造业吧 制造业 好 然后老师 你现在是主管吗 不算是 不是 对 接下来可能会比较有变动性 所以 就要过冬 要有过冬的准备 所谓的变动性是指 就是不会比现在 不会比现在好 就是那个 景气吗 就他 就你目前这个状态还不错 可是 他这个挂就是 好像是走下坡的一个挂 就是由上 嗯 老师请说 就是说 有比较高的地方 往比较 往比较低的地方走 的这样一个挂 那还是要继续待着吗 就是 你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走到底 所以应该是 还是不错的状态 应该是现在 留在这个地方 但是要注意 有没有其他的机会 好 那 还是会在这个 应该是说 明年这个工作 还是会在吗 不一定 因为他是走下坡 可能走到一个地步 他持续不下去 也是有可能的 哦 好 谢谢 好 谢谢 02 05 09 09 133 哈啰 你好 你好 请说 贵姓 徐 徐 那请给老师两组数字 7跟12 7跟12 好 徐小姐要跟老师聊什么 我有一笔持分的土地 已经在交易买卖了 不知道10月份的那个 钱会不会下来 你是透过仲介还是 仲介 仲介 已经持分的土地 对不对 对 已经拿去卖了 已经成功了吗 已经签约了吗 对 然后 钱一直没有下来 你有履约保证吗 没有 那你是透过仲介 就一定会有履约保证 就一定有程序 好 我先请老师来跟你聊一下 这个卖不是很顺利 我也不晓得 因为 因为这个过程可能很复杂 但 以这个卖来说 不是一个很顺利的卖 所以 我也不敢说 因为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 只是说这个卖是磕磕碰碰 有很多阻碍在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地方 是不是 程序没有完备 或者是双方没有共同的这个 协商的默契或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敢讲 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徐小姐 你这个买卖是不是 你刚才说有透过仲介 对 那仲介一定 目前大 是仲介公司一定会有履约保证 对不对 对 那怎么会没有钱呢 因为他已经在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通知我说 已经 对方已经签约 多少款项 签约不是你去签的 不是 我是签我要卖的部分而已 至于说那块土地实际上要卖给谁 是仲介去处理的 那你这个就已经 第一招你就已经不对了 你是持分人 你怎么会没有签约 你是持分人 名字是你的吗 对 那你怎么没有签约 那这个约就不成立了 你有授权吗 有 你签了授权 对 那谁帮你签的 谁帮你签的 你授权给谁 我授权给 授权给谁 对 你授权给谁签约 你没有本人去啊 那你是授权给谁 没有呢 我有本人去呢 就是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 签约嘛 对不对 对 那你的签约书在吗 合约书在吗 没有签约书啊 没有啊 没有所谓的合约书呢 那你这个从头 那你要法律顾问了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完成签约动作 怎么会有钱呢 哦 是这样子 难怪一直都下不来 当然了 他说已经卖了 你赶快找律师 赶快赶快 好不好 希望你赶快找律师 好 谢谢 那谢谢王思讯老 谢谢王思讯老 谢谢王思讯老 谢谢王思讯老